主辦單位打狗文化協會 第一個他是還沒有立案的團體 他到六月八號才開成立大會 現在申請社團的審核 還在高雄市政府裡面 顯然是急救張 再來剛剛定宇有講到 這個負責人其實已經被沈柏陽接底 這個顯然是跟中國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我覺得 熊劍也許可以查一下 雖然這個可能不適用反滲透法 但是國安無法裡面 應該可以找得到法律來制裁他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剛剛看了韓國瑜的談話 我覺得他心裡充滿了怨念 是啊 他心裡充滿了怨念 他還是奮奮不平 對 真的他的仇 那個我不要講仇恨 怨念很深 他特別引述譚士彤的話 我覺得不要褻瀆彈士彤 彈士彤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是慷慨賦義 多麼的 韓國瑜一開始就說 我為高雄市民做牛做馬 問題是 譚士彤死前也沒說 我為大清帝國做牛做馬 我為大清子民做牛做馬 他為什麼講去留甘膽兩崑崙 因為崑崙山兩座最高的山峰 他要把他甘跟他的膽 分別放在兩座最高山峰上 他要看著這塊土地的子民 這是譚士彤的原意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不要去褻瀆彈士彤 再來他今天花了很多時間 一一點名謝謝每一位局長 我覺得很棒 很好 可是韓國瑜你少了一句話 你應該跟所有的局長道歉 對不起 因為我做的不好 害你們提早失業 你如果多了這句話會更完美 他為什麼講不出這句話 因為他沒有他認為自己沒有錯 所以他沒有沒有欠可道 因為他自己我我沒做錯 我幹嘛要道歉 就人的心情是這樣子 所以顯然他認為他沒有做錯事 但是我們都知道韓國瑜 你到現在沒有辦法去接受罷免的結果 就他接受結果 可是你不知道背後原因到底是什麼 你到現在還在講說 講你的政績有多少 那為什麼好那我問你請問高雄市94萬市民 難道真的如你所講的 被媒體給洗腦了 被網路給洗腦了 然後這些都是民進黨養的嗎 你從頭到尾 6月6號到現在已經過了快一個禮拜了 你都沒有去面對 去找到這94萬票投給你罷免同意票 他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只有你去選總統那麼簡單 我就告訴你 今天我就告訴你高雄市民這一年半來 從二零一八年到來 他們的心情的轉變是什麼 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高雄市民是投給你 他們接納你這個跟高雄 一點淵源都沒有的人 然後呢 他們是有一個希望 就希望做不同的選擇 會給高雄帶來不一樣的氣象 但是隨著你當市長之後 特別在第一個會期的質詢 各種招經的表現 荒腔走板 高雄市民開始有點失望了 失望的時候想說好吧再給你一點時間 看你會不會進步嘛 結果沒想到你一句Yes I do 要去選總統了 高雄市民絕望了 絕望的時候怎麼辦呢 結果沒想到你選總統的時候一堆那種奇奇怪怪的言論 又是什麼美白的小腿什麼有的沒的 高雄市民這下生氣了 有什麼想起 因為很減少 因為很多高雄市民跟我說 說他們竟然笑五百幾天 所有朋友看到你現在有發財嗎 應該不錯 發大財 所以他們生氣了 所以他們把你罷免掉 還有他跪著走路 沈秀琳里長來我們節目的時候說 高雄市民都看到 哇 更小 這是跟市長耶 所以你看高雄市民的心情 是從希望失望絕望到生氣 韓國瑜你懂不懂 他們不是沒有看到說 你如果說講韓國瑜五百多天 都沒做事 我覺得對他也不公平 總是會有做事 可是高雄市民的心情 這個四部曲這個變化 韓國瑜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沒有看到 當然我知道從他六月六號的談話 我就深刻的瞭解到 韓國瑜的主觀期待 他不會離開政壇 但是客觀的現實 我告訴大家 韓國瑜拜拜了 你不會 你在臺灣的政壇 到今天為止結束了 他接下來也許如小平所說的 他會想要選台北市長 搞不好要想要去選黨主席 這個都是他主觀的期待 但是我告訴你 他都不會贏 我不覺得台北市民 可以接受一個 被高雄市民罷免的市長 欸 高雄市民沒在的 你台北市要求啊 這是人的心理很簡單嘛 為什麼回收場是我 對啊 為什麼是我回收 對啊 對不對 講話他們放心了 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韓國瑜可以 環保就地球 真的是 他有可以很多主觀 他是屬於不可回收的 他是台北人 高雄市民欺負了 台北說不定 有一些希望會出來 你看看高雄市民 會不會再投給他啦 對 我跟你講 尤其是今天的這一場 他的主觀期待可以有很多種 但是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 他只有一條路 就要嘛回雲林賠加分 好好把這個雙語學校弄得有聲有色 這也是功德一見 要嘛就兌現 你之前講過的要去賣手搖兵 你隨便你要選一種都可以 但是政治這條路 我是真的覺得韓國瑜可以放棄了 同時呢我也希望你放棄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常常喜歡去看一個臉書的粉專 叫做韓粉父母無助會 我看那些小朋友 我覺得真的好可憐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一個 不是小朋友已經讀大學了 開票當天 他媽媽拿著菜刀進他房間去砍他的棉被 砍他的枕頭 好誇張喔 然後他打電話報警警察跟他講說那個家人氣消了就算了 我看到很多這樣的這樣的案例 我覺得我們臺灣的社會不要再有這群無助的年輕人 就年輕人回來投票還不敢回家 還要外面住旅館 到處找地方住旅館 就家人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我們家人跟我有人跟我政治立場也不一樣啊 以前啦但現在都被我糾正過來了 但是我覺得你怎麼會有一個政治人物 讓他的支持者可以瘋狂到這種程度 那這個現象我認為他是不健康的 真的平常講為臺灣好 我覺得這是不健康 那我也希望韓國瑜你好好的想一想 利用冷靜期這段期間 我想你在八月底補選結束之前 應該不會有任何動作 國民黨大概不希望他出來複選 利用這段時間好好想一想 到底這九十四萬張選票要跟你傳達什麼 過去這五百多天來或是說從韓國瑜崛起這兩年來 你到底做錯了什麼 那你的韓粉為什麼今天會有這種各種脫序的行為 我認為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該做的事情 當然韓國瑜如果他不負責任的話 我也沒什麼好講 但是我是覺得臺灣不應該再出現類似像這種這麼激進的一個團體好了 這對臺灣整體民主發展他非常不健康 不過他如果要退的話 這個問一下你的話 你覺得這是有可能的嗎 因為這個現在最最需要國民黨的應該就是對岸了吧 是啊 對 那現在這個現在台面上國民黨的對岸誰看在眼裡 他把誰看在眼裡 所以韓國瑜他如果徐途再起的話 你認為後續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基本上喔 共產黨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政黨 他永遠只跟有實力的人談判 所以柚奇我回答你的問題 共產黨把國民黨誰看在眼裡 我告訴你誰都不看在眼裡 國民黨現在誰可以出來挑戰蔡英文 沒有嘛 沒有我為什麼要把你看在眼裡 你連利用的價值都沒有公開拍電話 這國民黨也許聽得難過 就是說你看看 中國國民黨可以墮落到 禮拜六發的新聞稿 英文版游寫反共 中文版不敢寫反共 你是欺負共產黨看不懂英文是不是 如果說國民黨可以墮落到這種程度 所以為什麼我雖然小平跟我不同意識起來 但是我欣賞他一點 他反共始終沒變 至少國民黨裡面 現在敢公開講反共的人真的不多了 今天國民黨你要從台灣重新站起來 其實我一直很期待說 國民黨可以變成一個 台灣的本土政黨 你要捍衛的是中華民國也好 你要捍衛的是台灣也好 反正我們指的就是同一件事 就是台灣這一塊領土 跟所有在台灣上面生存的人民 如果台灣有兩個政黨 做這樣的良性競爭的話 對台灣是好的 可是中國國民黨從今年初輸掉之後 從去年香港反正中一路到香港國安法 這個輸到現在 國民黨到現在沒有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的心裡還有一個期待 期待什麼 期待說有一天喔 老共像當年對馬英九一樣 給我一些讓利啦 讓我這個台灣經濟可以可以趕快起飛起來了 國民黨你們裡面也有很多這種所謂的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 應該瞭解這兩年國際局勢 特別是中美之間關係的變化 可能比過去二十年還多 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不要再期待共產黨 國民黨應該自己重新站起來 你要靠對這塊土地的認同 跟真正關心這塊土地人民 所以讓利不能跟統一掛鉤 對 所以讓利不能有條件嘛